回到98新闻台财经启传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世聪 黄总监 总监台北股市有非常亮丽的一个星期 那么事实上当然包括了美国股市 连续两周的大涨 也确实激励了全球股市 连续两周表现都非常的亮丽 但能不能够持续 这就是大家所关心的了 没错 事实上经过连续两周的反弹之后 现在股市面临到上面的压力 是慢慢变得比较大 我们先用美股来看 美股这一次从18213点 就到穷 往上反弹 反弹到这个礼拜 上礼拜的最高点是24008点 那这个位置呢 其实已经慢慢逼近了 上面的是有一个下降的这个季线 现在季线是25718点 事实上是已经靠近 慢慢靠近季线 但虽然说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来讲话 在连续的下跌之后 它本来很容易就很容易会往季线去反弹 然后测试说季线真的是往下之后 就会再往下 那你如果说那这是真的是 就是走势已经完全变为多头 我觉得目前都还没有 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例子是说 我们都跟他说季线是生命线 所以你至少要谈过季线 而且让季线慢慢的反转往上之后呢 这个航行才有可能会走多 因为现在季线还是下弯的 对 没错 那季线下弯预估呢 这个快速下弯 甚至在高档的时间呢 还至少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呢 至少你要看到真正的多头走势展开呢 如果从技术面来看 应该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那很多人就问说 那会不会再破底 事实上以这一波的这个股市来讲话 我们只能说最恐慌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上一波道琼或是全球股市 从这个高点往下坠的时间非常快 那往下坠的时间非常快 我们看到各国政府 各国央行都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去把这个股市撑起来 所以最恐慌的时间就过了 那最恐慌的时间过的时候 那就会涨吗 不一定 因为接下来面临的是实质经济面的损失 造成的股价平价的重新再调整 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大力光为例 大力光的今年 他上个礼拜的这个法说会 第一季是50块 第二季第三季 其实他都没有相对的那么看好 那如果以这样来预估来说的话 去年大力光是赚200多块 那所以他有现在目前的股价水准 那万一大力光今年的二三季假设表现得不好 那今年的业绩是滑弱了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因为第一季50块 第二季不可能有50块 第三季也不太可能 如果假设他今年是150块 那去年是210块 今年是150块 那你怎么去评价 接下来大力光的股价 所以接下来呢 个别股市 刚刚是从拿大力光来举例 只是举例 而且是用一个猜测值 对 没错 并不是说真的预估如此 这不是预估值 这不是 对 我是举大力光为例 然后各家公司都是如此 对不对 他可能第一季表现不错 但是第二季第三季 也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 获利下降了 那你怎么去评价 市场如何去评价这个现象 每家公司获利都下降了 所以那你的这个本益比 或者股价就会势必往下修 那往下修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接下来 股市的比较大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 大力光在上礼拜 开完法座会的时候 连续就是两根黑K下来 对不对 两根黑K下来的时候 变成是所有的均线都往下 那当然我们今天就要观察 这种股票 就是他已经公布了业绩之后 不错 但是接下来业绩变不好的时候 那他怎么去反映他的股价 万一如果大力光不幸跌破了前一波低点 3240块 那告诉你 这种股票就是股价的修正 尤其对业绩的反应来说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同理的话 这礼拜要开法座会 还有台积电 台积电也是一模一样 台积电大概第一季的表现 应该是比法人预期都要稍微好一点 但是第二季 第三季怎么去看 那如果他也是因为法座会之后 然后可能二三季也是表现不好的时候 我预计二三季是不会太好了 那他怎么说了之后 股市怎么去反映 接下来的业绩状况 所以我才说 过去最恐慌的时间是过了 但是你现在需要的一段时间是 个别公司或是整个大盘 要去调整因应 因为经济不好造成的获利下滑 那市场要怎么去评估它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进入一个上下震 最好的状况是上下震荡整理 等待那些季线月线 然后慢慢的扭转成为多头 这是最好的方式 比较不好的方式就是下跌之后 然后连续的下跌 然后又破了前波低 那我觉得这是几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应该 需要一段时间波的整理 来化解慢慢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我会说是时间波呢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波往上冲的过程中间 低档有量 上面往上冲的时候就没量 尤其是上礼拜的时候 虽然是股市上涨 但是你可以知道 量能其实是慢慢的萎缩下去 甚至在上礼拜的最后个交易日 成交量只有1223亿 你就说上档 它慢慢遇到了这个压力 而且上档的过关的这个动能不足 可是你也没看到很大的沙盘 所以我才说这一波最恐慌的沙盘是过去 接下来是需要时间的震荡跟整理波 那时间震荡跟整理波 你怎么去看 第一个 目前这个3月12号这一根黑K线 这根黑K线是带了2700亿的大量 而且这边隔天有个跳空缺口 目前如果能够站上这一根黑K 那就表示这个盘是相当相当的强 要再破这个低点就不太可能了 所以这个变成是上档的压力 也就是大概13000到14000左右 可能是上档最大的压力 就是你是指3月13号的这一个 对3月12号跟3月13号 13号这个跳空缺口 对这附近 你希望的是说要能够完全回补吗 对最好是封闭 封闭了之后表示说 你要再破底的机会去相对比较低 要完全封闭的话 要10359点 对对对 就是说最好能够封闭比较好 那如果没办法封闭来说的话 你要观察下档 下档的话 其实现在目前最大的支撑 应该是在短期间之内 是在9600到9700 因为在到那边有曾经 有做过一个短期的平台整理 对 那如果再往下的话 当然月末是在9300到9100那边 也都是一个重要观察指标 这两观察指标如果都不熟 那可能就有再测低点的可能性 那如果不会来说的话 短期应该是在这边震荡 那如果现在的问题 用多头来看的话 希望能够回攻10300点 最好还封闭它 对不对 对没错 那如果说就这个 如果是震荡整理 那没有办法去封闭 那个3月13号的跳空缺口的话 那么就看9600 9300的支撑 对没错 这两个支撑分别都是 这个重大支撑 不要再跌破 那如果你用短线来看的话 第一个 如果你现在是空手 那空手要怎么做 空手的话 我建议是先不要追高 1万点以上最好都先不要大肆的追高 你等它拉回 拉回的话 因为现在的这个5日线 在1万点出头左右 那10日线在9800 所以如果是拉回到10日线附近来说 或是那个再往下拉回的时候 我觉得在9700 9800附近呢 是可以买进的 比如说那边有一个跳空缺口 越靠近这个点呢 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去做一些短单的布局 那短单 你也觉得9600应该撑得住 照理说目前第一个阶段是撑得住了 短单的布局是指什么短单的布局呢 你可能在这个线阶段呢 你要去买相对比较落后的个股 就是说这个是短单哦 短单 因为我们要领先上涨的个股 其实都已经出现回档了 包括这一阵子 我们一直跟他说 今年景气比较好的 什么伺服器的PCB 它都已经出现回档了 因为短现在冲的反而是落后补涨股 包括说像低价族群 包括说像部分的金融股 甚至部分的塑化股 它现在进行短线的反弹 那这个可能是最后的这个反弹的一个 最后会比较强势的这个股票 那如果你是之前很满手的 我建议你到这个地方呢 先调节部分 至少是降到持股是五成五成左右的 或者说六四这样 持股六现金四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抽回一些现金 那如果你是真的要完全的布局 我觉得等拉回 等拉回到什么时候呢 你以这个九千八为中心 九千八中心你就可以开始下去买 买一部分买大型的全值股或是ETF类的 这个持股跟ETF跟大型的全值股 在这段时间你就用这样 要么就是用时间波 因为我预估大概是三个 两三个月的时间 那你可以用 比如说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这样的方式 慢慢去增加你的持股 在这段时间里面 用这样的方式 去把你整个持股的比 跟这个成本把它降低下来 降低下来之后 等到季线翻扬往上的时候 那时候再来断定说 这个多头公式已经启动 否则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用时间波 或是用点数的这样子 慢慢的增加你的持股的方式 因为我们都很难去猜 真实的底部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去做 再往下 如果往下回挡的话 再往下的时间去做中长级的布局 我相信应该是不会让大家吃到亏的 所以往上呢 要一昧的乐观 这个恐怕还言之过早 但是往下的话 你刚刚提了一个9800以下 如果就再破万点的话 那9800以下 因为你觉得9600 9300的支撑其实还是蛮强的 所以以每200点为基准的话呢 那么小量的分批的布局 而且是以大型的 还有包括了ETF 而且是股票型的 这些ETF呢 作为部分承接的一个对象 那这是中长级的一个打算 而不是一个短线的做法了 对不对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